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全体中常委及在场媒体做了详细说明 朱立伦指出 台湾目前政治运作遇到了瓶颈 需要同步进行所谓宪政与台立法机构两大改革 我们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挥的观察报道 朱立伦表示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已经研拟相关法案 负责人王金平和全体国民党民意代表们正全力推动改革 务必达到让立法机构意识有效率 协商更透明 异常中立化的三项目标 而国民党推动所谓宪政改革 是希望走向全民参与式的改革 包括让更多年轻人小党派参与政治 为台湾建立全则相符 可长可久的政治制度 这两大主张就是一个宪政改革建立全则相符的一个制度 另外一个透过改革更有效率 更透明 我相信台湾未来的政治运作才能够步上一个正轨 这是我们国民党的主张 也是我们希望全民一起来支持 眼下距离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及明代选举投票日只有一个多月 选战日渐排热化 除了各党派都司空见惯的内外政治博弈纠缠 无党籍人士以及新兴政治力量的强力加入 也让这场选战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政治大乱斗 不过相较于政治的诡决 台湾的经济现状则是更令人忧心的话题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一号表示 台湾产业结构需要升级调整 但目前现状是劳工在放无薪假 台当局在放选举假 如果要等到新台湾地区领导人 明年5月20号上任 台当局才开始决策做事 时间就到2016下半年了 这段时间企业界只能自力救济 将来选举不管谁 应该立即组织一个经济套工队 该过的法案 该推的这个政策 现在就得要 我们的现有的智库 还有立院党团也欢迎 包括在野党大家一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可以做的一些努力 那这个是绝对是延续的 不因为选举而中断 面对台湾经济迥 朱立伦日前给出对策 他首先提出台湾要开放 不管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台湾都要勇敢面对 其次是要做到两个转型 即代工转为创新研发 即生产转为服务 最后是简化当局角色 让投资环境越简单越好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一华 昨天就选举辩论等话题 呼吁各党派比照四年前的范例 安排两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而就在一号下午 针对电视辩论事宜 国民党和亲民党都派出了代表参加 民进党方面则是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由于各阵营代表没有到期 主办方并不能够触及到辩论规则等细节 而只是就目前的筹办进度进行了说明 我是齐飞 现在台湾 下午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柯主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清零 就此话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时事评论员李建南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国文化大学李孔志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好 那朱立伦下午在国民党中常会上 谈到了选举政策 他认为应该重建权责相符的体制 扩大年轻人与小党的政治参与 强化公众参与及直接民主 两位怎么看 当然今天国民党选举非常困难 选举困难就必须考虑 就是说马云九他最起码在内政方面 他是非常失败 那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他当然就是说要针对这个问题来 那第一个大家感觉到权责不分 所以台湾他主张体制要整个要改 另外也就是说马云九给人家诟病了 就是说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学历很高 经营统治 但是可能讲就是一个什么 小房间统治 就是在那个小房间几个人决定事情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说外面很多声音听不出来 那他所讲的东西也不接地气 也不接民间 所以这个时候就针对他的问题 要扩大参与 那扩大参与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希望 尤其台湾就是整个年轻人的一个焦虑不安 所以应该要扩大让年轻人来参与 那还有一些小党 那小党他能够成立 他也有他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也应该让他们来参与 那另外他希望说要直接民主 那直接民主就过去所谓间接民主 像国民党很多选举 我们知道黄复兴党部 他的人占全台湾大概只占了9% 但他在国民党占了一半以上 所以你假如以他们来那个的话 有时候往往是并不会很恰当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 所以有很多东西的 应该就是直接性的民主 这个讲的都对 但是问题在哪里 现在离选举只有四十几天了 那这个四十几天呢 你必须要让人民立刻感动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他当选后 立刻召参会议说我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现在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这些问题呢 所以少了一些战斗情形 所以给他一个打游是 国民党开中堂会 政策应该要到位 问题虽然抓得对 却是毫无战斗位 今天看到了这些 他提出的选举政策 我觉得用八个字可以形容 他就是包容创新 忠道理性 他希望去吸纳所有 非民进党的支持力量 能够支持他的阵营 能够让他有机会 能够反败为胜 可是我想的确是有一些困难 当然第一个原因是 时间非常短暂 第二个 你这个说话内容啊 你这个选举政策的说辞包装 其实很难让 你所要诉求的对象有感 可以看得出来 他所要针对的对象 是中小企业 是年轻人 是广大的网络世代族群 那么这一些 我觉得都是需要 长期去经营的 相对照民进党 过去的这个经营 他们在学生里面 在网络这个群里面 已经经营了一二十年 这个直到现在 朱立伦台提出这样的看法 其实坦白讲 是有点晚了一些 那如果有机会 当然他以后能够 好好来做这样一个 长期的铺路工作 才有可能挽回 现在一般民众 对国民党的支持 那另外呢 由台湾四报一社 与公共电视组成的 2016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辩论主办联盟 昨天下午是邀请了 各候选人的阵营代表 来做协商 那国民党呢 以及亲民党方面 都派人出席了 但是民进党方面 是没有的 其实在选举之前 进行电视辩论 已经是台湾选举的 一个惯例了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 都还敲不定 电视辩论这件事情呢 首先这个 就是民进党方面呢 他是要求呢 三立电视台 那三立电视台 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 非常偏绿偏读的 一个电视台 那所以他就要求这个 那他就要求 三立电视台的时候呢 这个民进党要参加 那亲民党也愿意参加 那但是呢 国民党不参加 那国民党不参加呢 他是有一个理由的 第一个 以前的惯例 都是公共电视 那为什么 你就不用公共电视 第二个呢 那如果你三立主办的话 你找了一些人故意 人民需要的问题你不问 不需要的问题 你在那边猛那个的话 那当然是国民党不愿意了 所以现在南营的报纸说 民进党他不参加 参加公事的 那绿营的报纸说 国民党不敢参加三立的 国民党歧视三立 那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呢 是小英怕辩论 大家知道 马兴九不是口才很好的人 小英在上一次辩论 两岸问题上面 完全比下去了 他说不出道理来 那这一次小英呢 他完全来讲 也就是说 他整个呢 这两岸呢 他保持的就是一个 隐晦不明 想躲 想脱 想藏 但是你在这个辩论的时候 必须要知道 就是说 国民党跟亲民党 都是主张九二公司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这样的话 小英会很难招架 所以小英呢 他是想业一些理由 就是说 你国民党又不参加了 所以我也又不参加 所以这个就没有关系 他是想躲掉这一次辩论 那今天下午 杜立伦就他的政策进行了说明 而在今天上午 曾经代表国民党决助 2016选举的洪秀柱 就独家授权发布的 个人传记 铁汉柔情洪秀柱新书发布会 也在台北举行了 洪秀柱与一路关心 支持他参选2016的人 共同分享了 他之前参选的一些 心路历程 以及他作为一名 国民党资深党员的执着 由台湾远见 天下文化出版事业群主办的 洪秀柱个人传记发布会上 宾客云集 更有不少远从北京 广东 金门 纽约等地赶来的洪秀柱支持者 和台商代表 洪秀柱在谈及他的参选 心路历程时说 自从宣布参选2016后 这一路走来都非常精彩 但也有非常多的伤痛 自己平常怕走路 但一到选举 自己就不怕路远 他非常感谢 一路同行相挺的人 总结这一段政治人生路 他无怨也无悔 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德跟失 你不能够单一 从一个层面来看 所以今天这条路 虽然没有走完 对我人生来讲 我觉得我德比我的失 要来得多的太多太多了 这段旅程当中 我得到这么多人的关爱 这么多人的鼓励 这么多人的肯定 那么这么多人的爱护 这是我一辈子都没有过的 当然我也受到了 一辈子从来没有过的屈辱 栽赃抹黑谩骂 谈到国民党眼下的险情 洪秀柱用了千年暗示 一登即名的比喻 他说国民党作为百年政党 不能光谈过去的历史 而是要给年轻的下一代 展现指引方向的力量 只要努力 国民党2016逆转胜 都是有可能的 自己在狂风咒语之际 也不会离弃党 而是要共同谋求 改革和未来之路 他更向在场的人呼吁 两岸政策是重中之重 持久稳定的两岸关系 非常重要 我们寻求一个两岸永久的和平 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理性探讨的空间 我很高兴 我相信各位朋友 还是会与我同行 我们一起好好打拼 10月17号的国民党临时拳戴会 让洪秀柱通往2016的道路 是戛然而止 但他所展现出来的尊重 包容 以及对国民党的情争不悔 依然是让外界感佩不已 如今的洪秀柱出现在美光灯下的次数少了很多 但如同他所说 自己一路走来都无怨无悔 未来也一定会站在国民党最需要自己的地方 东东是记者台北采访报道 那洪秀柱今天发表新书了 也谈论了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 也谈到了从表态参加国民党内2016初选 到住下朱上的整个过程 那这个时候发表新书 特别是谈到了其中的一些秘辛 是为什么呢 洪秀柱跟我是一起是三四十年前 被国民党从外面发掘栽培的人 所以我们等于是很有革命感情的 所以我是非常了解他 那后来当然变了一个情况 所以他把这个情况有一个说明 那当然我们讲 因为国民党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 因为从来没有碰过 是一个已经经过党提名 党代表大会通过的 忽然要把他换掉 那换掉对洪秀柱来讲 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 我们讲忍辱偷生 他是忍受个人的屈辱 是让这个党能继续生存 他顾前大局 所以他准备就是接受让 但是因为以前没有经验 所以国民党的手法 做法上面 有一点粗鲁跟粗糙 那洪秀柱本身的一些人 也有点为他打抱不平 那国民党呢 自从马英九当政以后 马英九这个人呢 是很有礼貌没有感情 所以是国民党通常也少了一些情意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人有所感 所以他这本书里面呢 他会把他一个心情感受写出来 那个时候会感动一些 我觉得他这本书 就我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 其实两个重要目的 第一个就是换回他在竞选期间 那些为他卖命支持的群众力量 大家也许经过这段时间以后 也许这些力量会逐渐的分散了 他是用这个新书 可以把那些人的声音再找回来 第二个我觉得啦 我个人的猜想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里面若有所指的暗示 国民党欠他很多 我觉得在未来的选举当中 这一些带头的政治人物 其实是必须要想办法 能够弥补他补偿他的 当然我不认为补偿是用金钱 用什么东西 可能在某些名誉的恢复 在某些重要的职务上面 可能要再对他做一些多所肯定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当然也认为 以洪秀柱的个性 他绝对到最后会顾全大局 而这种累积的能量爆发 他要顾全大局 到最后如果愿意帮国民党 什么时候来帮最好 以台湾过去选举的例子 一直要累积压缩压缩压缩 压缩到最后一刻才爆发出来 那个累积支持的力量 会让支持的群众才会感动 才会有感 其实现在外界就非常关心 说洪秀柱的下一步动作会是什么 就有人猜测说 有没有可能会是下一届的国民党主席 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他是觉得他并不适合说当党主席 但是他会是一个非常有用 他的一个副主席 尤其他将来就是假的不幸是蔡英文执政的话 整个在两岸关系 两岸人民之间联系上 他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强烈的民族意识 以及整个民族融合的这种强烈感情的话 会对两岸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这也是国民党来讲 国民党的希望 也是台湾将来应该正确的一个方向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清零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在两岸以至整个华人世界 都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康熙来了 在即将走入历史之前 今天进行了最后一次棚内录像 主持人蔡康永 徐希帝在告别时真情流露 常面感人 同往常一样的开场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大批记者前来见证 这个红透华人圈12年的传奇电视节目 最后一次进棚录影 两位主持人摆出各种姿势 让大家拍摄记录 12年来共进退 彼此感触都很深 我不要康熙来了 在大家都已经不眷恋的时候才离开大家 我希望康熙来在大家还在乎她的时候离开 所以才做这个决定 其实是天后地位 她都是天后地位 她是中天一级 中天一级的位置要让给你 依依不舍 毕竟12年不短暂 2004年1月5号 康熙来了在中天综合台开播 据不完全统计 康熙来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收看 超过53亿人次 蔡康永 徐希帝也成为华人圈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更于他们的下一步 小S徐希帝说 会继续主持 但搭档只考虑蔡康永 或者是大S徐希元 蔡康永则提到 会和小S合拍电影 接下来进入今日中半环节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向中古元 近日在夏威夷访问的时候说 日本自卫队考虑引进 美国陆基拦截系统萨德 有评论认为 美国如果在日本部署 陆基拦截系统萨德的话 它的目的就是剑指中国和俄罗斯 除了计划部署萨德 日本还将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御力量 向十元岛上派驻500人规模的自卫队 据人民网二号援引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日本你在距离钓鱼岛 150多公里的十元岛上 派驻500人规模的自卫队 以强化所谓西南诸岛防卫能力 日本防卫省说明称 该计划将部署警备部队 地对空及地对舰导弹部队 队员数量将为500至600人左右 部署候选地 被于十元岛中心 有评论认为 日本想在十元岛上部署陆上自卫队部队 以及按对舰导弹 预警探索装备和防空导弹等 目的是在有事时 实现快速向钓鱼岛投送陆上自卫队 使十元岛成为日本陆上的前进基地 除此之外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向中古猿近日在夏威夷访问时称 日本自卫队考虑引进美国陆基拦截系统 萨德 日本防卫省称 这是防卫向首次明确表示将研究引进萨德 而在此之前 韩国已经表态拒绝购买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除了加强军事部署之外 日本还对中国战机进行跟踪监视 11月27号 中国空军组织轰6K等多型飞机飞越宫古海峡 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 飞出第一岛链1000余公里 同时出动轰6K和多型监机机 多型预警机 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远海警巡 日本自卫队出动F15战机 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另据报道 共同社11月28号和29号进行的全国电话民意调查显示 在1014名受调查者中 52.7%的人对派遣自卫队赴南海表示支持 39.9%的人表示反对 不过日本防卫向中古猿表示 日本现阶段没有参加美军行动的计划 也没有开展持续警戒监控活动的具体计划 据这话题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视频留言 红林和在东东卫视台北演播室的嘉宾 李建南 日本近来不断加强其所谓的西南诸岛的防卫能力 在这些岛屿上部署陆上自卫队 以及预警探测装备和防空导弹等等一系列的军事装备 这些举动是不是针对钓鱼岛而来的 到底会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红林 我觉得日本最近就是一系列的这种举动 那么针对钓鱼岛的意图非常非常的明显 一个就是说石原岛本身距离钓鱼岛非常非常的近 而且最近的一系列军事上的部署 那么也和日本近些年来 那么将防卫政策进行了一个大的调整 那么有很大的关系 以往日本实施的是专守防卫 那么重点是防范来自北方的威胁 那么主要是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 但是现在看日本已经把他防卫的重点 那么转向了西南诸岛 比如说进行年来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演习 那么都是围绕着这种夺岛登岛来进行的 而这一次在石原岛上的这种部署 那么包括日本军方的这种调动等等 那么也看得出来 那么他也是加强了就是钓鱼岛 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所抵予的这种战略上的这种重视 此前美国向韩国推销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遭到了韩国方面的拒绝 如今日本防卫下又主动的表示 日本作卫队考虑要引进萨德 这是不是美国一技不成又升一技 萨德部署在日本和部署在韩国 在目标和效果上会一样吗 请教两位 其实设在韩国它是政治上的目的 因为韩国它这个距离来讲 萨德是末端空域防卫系统 可是韩国面对来的导弹往往是一个前端 所以它的在军事上效果并不是很大 可是日本海东西宽1300公里 所以可以在中间到末端防御 从中国或者从俄罗斯飞过来的一个导弹 所以它是在军事上有一种实用的价值 我们知道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日本 那么部署萨德导弹系统 那么都有一个考虑 事实上针对的目标并不是朝鲜半岛的趋势 更多的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因此韩国方面是比较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 就是把萨德系统部署在韩国境内 那么对于防范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因此韩国不愿意美国把这样的一个导弹系统部署在自己的领土上 那么使自己和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那么这个关系出现紧张 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 日本那么在这个区域来讲 可以说和美国达成这样的一个默契 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 来部署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么它很明确的 就是说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为借口 事实上是加强自己对中国 或者说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 那么这应该说也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考虑 某种程度上来讲 双方各自满足了对方的一个需求 同时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外我们知道不少日本民众是反对安倍解禁 集体自卫权以及相关的安保法案的 但是据日本共同社日前的一份电话民调显示 超过一半的人对派遣自卫队赴南海是表示支持的 两位认为这份民调的数据可靠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在台湾经常各种事都做民调 所以台湾对民调有一句话 就是民调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假设他这个时候他都问说 如果中国在南海 这个情形会影响到所有的能源 运到日本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能源创通 我们派自卫队到南海 你赞成不赞成 那这个时候大家当然会赞成 但是你如果问说依照日本的宪法 南海不是日本的领土 日本没有主权 日本也没有任何理由 这个时候派军队过去是违反日本和平宪法 你赞成不赞成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不赞成 所以在不知道他的题目是怎么问的 这个无法断定 这个民调参考正确性有多少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在于 就是过去这几年 那么日本政府在往右一方面走的路上 可以说越走又远 那么他的很多主张 事实上潜移默化的 对日本的国民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比如说过去几年里 那么日本不断夸大自己周边所处的这种环境 有多么的恶劣 那么渲染周边一些国家的威胁 那么这些国家包括中国 包括俄罗斯等等 那么在渲染中国威胁的时候 比如说中国来自东海的南海的威胁等等 那么使日本的民众 那么自以为 就是说自己真的受到了来自周边国家 包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因此当南海问题升温的时候 在日本国内的确有一部分民众被政府所蛊惑 那么认为南海出现了一些问题 包括自由航行等等都受到了威胁 因此这个时候 那么美国拉拢日本到南海 进行所谓的巡航的时候 那么在一些很多日本民众看来 似乎觉得 一跟着美国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风险不大 不像日本独自承担一个事情 风险那么冒险的程度比较大 那么还有一点呢 他们认为 日本那么它也是一个海洋国家 那么它的很多重要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运输线 那么都要经过南海地区 因此他也认为 那么自己也有必要保卫南海所谓的那种航行自由 但是呢日本民众其实他不明白 那么南海那么只是呃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 那么就是在岛礁那个所属的这种争议的这个问题 而南海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 它的这种自由航行 不管是航空还是航海都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威胁 因此作为日本来讲 首先不必要担心这一点 而另外一点呢也不要把南海问题作为自己 那么扩展扩军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而现在看呢日本政府对自己周边环境这种威胁那么夸大 呃应该说对日本民众这种心理影响还是很大的 而这一点呢很有可能体现在这一次的民调上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还要继续请教 接下来进入热点快评环节 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根据环球时报援引法新社的消息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临时成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11月30号结束了为期五天的实体部分闭门听证 听证会后该庭发表的一份声明称 法庭得出的结论是 对菲律宾七项诉求下的事项具有管辖权 这意味着仲裁法庭已经正式受理此案 虽然中国拒绝参与仲裁 但法庭要求中国在明年1月之前提交相关的答辩材料 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 11月30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把中国视作珍贵的朋友 确切地说我们发起这个仲裁正是为了维护友谊 12月19号前 菲律宾将对仲裁庭的提问提交进一步的书面回复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昨天在例行记者会后应询回应说 中国已多次阐明仲裁庭对非诉求事项没有管辖权 以及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 他强调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并执意推动南海仲裁 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 其实质不是为了解决争议 而是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不会有任何效果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 根据中心网的报道 社交网站脸谱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 于当地时间12月1号宣布 妻子在上周早些时候产下了一个女孩 昵称叫做麦克斯 初为人妇的扎克伯格在脸谱上深情更新状态 亲爱的麦克斯 我们希望你的生活充满了爱希望以及快乐 就像你的降生给我们带来美好一样 我们也期待看到你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 除了宣布女儿出生的消息之外 扎克伯格还承诺将她和妻子持有的联谱99%的股份 大约450亿美元捐赠给慈善机构 据了解扎克伯格夫妇俩将会通过一个名字叫做 扎克伯格陈计划的新实体实施慈善捐赠 扎克伯格送出自己的财富 为女儿和其他儿童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真的是最独特的一份生日礼物了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内 12月2号也就是今天第四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是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日前公安部交管局邀请了百位明星名人 参与交通安全公益的宣传活动 在危险驾驶行为当中 一些是属于现在经常被提到的叫做 怒怒的行为 怒怒症的说法产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 就是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 俗称开斗气车 国外又称为攻击性驾驶 在交通违法行为上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 强行超车 违法抢行 站到行驶和不按规定让道等等交通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全国就共查获了上述违法行为 1733万起 同比上升了2.8% 从性别上来看 怒怒症中涉及的男司机占了97% 女司机是3% 怒怒症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 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 又危害他人和自身的人身安全 由此引起的攻击性驾驶行为 也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所以建议大家在开车上路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 保持良好的心情 我们犯得着为一些小事 在开车的时候跟别人斗气吗 再来看一条令人惋惜的消息 据新华网援引英国每日快报 11月30号的报道 英国一名年仅15岁的少女 珍妮弗赖竟然对WiFi 也就是无线网络信号 出现过敏症状 只要在有WiFi的地方 就会出现头痛疲惫 膀胱不适等症状 她的母亲请求学校 关掉WiFi遭到拒绝之后 少女在今年6月的时候 选择上吊轻声 珍妮死了之后 她的父母致力于发起公众运动 要求拆除所有医院和学校中的WiFi 并要求政府加大对电磁波过敏症的研究 其实无线网络过敏 也是电磁波过敏的一种 电磁过敏症状指的是 长期暴露在电磁波下 所造成的头痛恶心等过敏症状 英国有5%的民众认为 他们自己患有这种病症 不过并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证实 因此也有研究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心理状态 无论如何 生命是最宝贵的 科技还需人性化才行 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表示 将在伊拉克部署特种部队 增加对伊斯兰国的压力 但伊拉克境内什叶派 拒绝美国部署兵力 宣称将以武力还击 美方辞职有什么样的考量 另外 希腊宣称土耳其战斗机 昨天侵犯了希腊的领空 总理还奚落土耳其 在击落而战机事件中 持双重标准 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缘由 两个视频人红林 李建南会有深入分析 我们先续续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看新闻 欢迎您去收看盼盼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清林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新华网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12月1号对外表示 美国将在伊拉克部署特种部队 参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这个特种部队 还将随时待命赴叙利亚 进行军事突袭 但是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 表示拒绝美国军力的进驻 还表示说要以武力还击 12月1号 卡特参加美国众议院 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宣布 这支特种部队作战行动范围 包括发动突袭 解救人质 搜集情报 以及抓捕伊斯兰国领导层 美国特种部队只能复合 这样他们能承担多种任务 卡特没有提及这支部队的规模 不过他表示 这支增派的部队 将比此前宣布的 不超过50人的特种部队 人数要多 同时 未来将是战场局势 适时调整部队规模 这支特种部队 并同时兼顾叙利亚的突袭行动 华盛顿的消息传出之后 伊拉克境内多个什叶派穆斯林武装团体立即表示 拒绝美国在该国部署兵力 并宣誓将以武力进行打击 听证会上 卡特还要求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以及海湾国家 尤其是土耳其 要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 美国不仅要求土耳其 更为积极的参与攻击行动 而且还要求土耳其 封锁土穴边境 追踪潜入其境内的伊斯兰国成员 巴黎恐袭事件后 美国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 德国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 12月1号 德国政府通过决定 准备向叙利亚派遣约1200名士兵 打击伊斯兰国 此外 将派遣4-6架狂风侦察战机 参与打击行动 同时 德国将投入一艘驱逐舰 至少一架空中加油机 以及卫星侦察设备 参与反恐行动 驱逐舰将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护航 该计划在德国内阁通过后 德国联邦议院将于周五投票表决 鉴于执政党拥有绝大多数议席 通过应该问题不大 此次德国的行动规模是大 超过近年来 德国在海外的历次军事行动 且突破了维和和培训两大目的 另据报道 就在俄土关系 因为战机被击落事件焦灼之时 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 日前的社交网站上出人意料的 对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乌特奥鲁 连发四条评论 希腊土耳其在基洛俄战机事件中的做法 第一条以欧盟土耳其为标签的留言称 至达乌特奥鲁总理 幸运的是 我们希腊的飞行员在面对俄罗斯人时 不像你们那样善变 另一条留言中 则直接批评土耳其战机频繁侵犯希腊领空 称 发生在爱琴海的事情 让人愤怒不可思议 我们两国在武器上花费数十亿 你们用来侵犯我们领空 我们用来拦截你们 最后一条 我们拥有最现代化的空中武器系统 希腊拉斯说 然而在地面 我们却无法抓住那些 让无辜平民淹死的人口走私贩 先前 希腊频繁指责土耳其侵犯其领空 但遭到土耳其方面否认 而在俄战机遭土耳其击落后 土耳其当局声称 俄战机侵入土领空 但俄方否认 希腊方面批评 土耳其双重标准 相关的我们继续来请教 在线上的两位来宾 在北京的红林 和在台北的李建南先生 奥巴马一年来 曾经多次强调 地面军事行动应该依靠 当地安全部队来进行 拒绝派遣美军地面作战部队赴前线 而这次卡特却是高调的宣布 派驻特种部队 甚至还说如果局势需要的话 会进一步扩大派遣的规模 请教李先生 为什么卡特跟奥巴马会不同调呢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 奥巴马是总统 他附的是他当年竞选时 他的政舰 巨派美军地面作战部队 而且他还要撤出 已经派在美军派在阿富汗 派在伊拉克这些军队 要给他撤回来 所以奥巴马 他是要对他的政舰负责 所以他会有一个 就是不愿意的做法 那卡特是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 他要对国家的国防战略政策负责 俄罗斯如果在叙利亚的攻击伊斯兰国的话 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话 那么他会影响到什么呢 他会影响到美国掌控地中海 所以对于美国国防来讲 他要尽快能够在叙利亚反击伊斯兰共和国恐怖组织 他要发挥效力 如果不发挥效力 整个影响的不是叙利亚的问题 而是整个美国国防战略的问题 希腊总理日前在社交网站上出人意料的 对土耳其总理连发了四条留言 奚落土耳其在击落俄战机事件中双重标准 并表示土耳其飞机几乎是每天都飞越 希腊爱情海的领空 每年的平均侵犯次数达到了1500次 洪林 为什么希腊在这个时候跑出来批评土耳其呢 希腊和土耳其虽然说都是北约的成员国 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是来源已久 那么主要是在塞浦罗斯的问题上 就是在塞浦罗斯就是西图和土族这个矛盾问题上 双方各自那么支持一派 那么也使双方都有矛盾 那么可以说不断的激化 那么在过去历史上 那么不仅是塞浦罗斯的问题上 包括在北约内部一些政策的问题上 包括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 可以说那么希腊对土耳其的这种攻击指责 一直都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过去这些年 那么就像希腊所指责的一样 那么土耳其应该说也是不断的在挑战着 就是希腊方面这样的一个底线 因此当土耳其把这个俄罗斯的战机击落下来的时候 刚好让希腊那么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由头 那么既然土耳其认为俄罗斯的战机侵入到你的领空 就所谓的侵入到你的领空 还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证实 你把它击落了是有道理的 那你这些年来 那么不断的侵犯希腊的领空 又该如何解释呢 美国一方面敦促土耳其要更加积极的参与空袭行动 要求土耳其封锁土序边境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支持土耳其保护自己和自己领空的权利 那么土耳其对于美国来说是一步什么样的棋呢 红林 土耳其把俄罗斯的战机击落以后 我们知道土耳其是承受着来自俄罗斯方面巨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不仅仅是外交压力 包括经济压力 包括潜在的军事冲突的这种可能性 而这个时候 它对北约 尤其是对美国这种指望其实是很大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那么美国刚好可以趁势敲打一下土耳其 在这之前 美国也是希望土耳其承担起反恐的责任 但是土耳其担心自己紧挨着叙利亚 那么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 因此在打击IS方面 应该说土耳其一直不是特别的积极 这一点让美国比较保护 而这一次的战机事件出现了以后 刚好给美国占了一个机会 就是我基于你支持的这种同时 你土耳其是不是也应该投桃暴力 那么对极端恐怖组织这种打击 那么加大力度 那么使美国 那么在牵头就是几十个国家反恐的情况下 那么使自己 那么不用投入太大的精力 或者说不用承担着卷入叙利亚冲突 包括地面冲突风险的这种情况下 使反恐的效果能够更好一点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 当地时间12月1号表示 建立统一反恐联盟的时机 目前尚不成熟 我们先绣下网络之后继续新闻 我见 这里是泛曼食品独家剧名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青林 欢迎您继续收看 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月1号表示 建立统一反恐联盟时机目前尚不成熟 佩斯科夫说 俄美双方领导人11月30号在巴黎举行的会谈中 就加强反恐信息交流的必要性达成共识 但对于采取实际的合作行动 对方并未做好准备 此外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表示 如果俄罗斯拿出土方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购买石油的证据 他将辞去总统之务 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俄方获取相关信息是出于反恐需要 并非以揭发为目的 他说 俄罗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 为此俄罗斯将获取有用信息 并将其应用到反恐行动中 11月30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 对媒体说 俄方获取的最新信息显示 叙利亚境内由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控制的地区 正大规模开采石油 这些石油被运往土耳其境内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随后表示 上述指责令人无法接受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您正在收看的是 范范视频独家剧名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近日一组记录澳大利亚 频频遭遇极端天气袭击的照片 被上传到网络 照片中澳大利亚多座城市遭遇暴风雨的袭击 变闪雷鸣 场面惊心动魄 仿佛世界大战的情景在线 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